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天然草皮 黄伟哲要把它改成人工草皮 就大家骂骂骂骂了 昨天黄伟哲从善如流 他就说好 我会改回天然草皮 你可以看到昨天中午两个三个这些立法委员都是有意角逐 台南市市长大卫的包括王定宇 包括林俊宪 包括陈廷飞都说 快报快报 快训快训 经过我的争取 市长决定采用天然人工草皮 我们沟通有效 可是三个人都说是自己的功劳 是我的功劳 事实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的亚太棒球场的前世今生 那个时候时间点倒回到 赖清德在当台南市市长的时候就核定了 他规划的 那个时候说是15亿就可以盖起来 可是现在一路这个经费增加到34亿 暴增 暴增一倍以上 大概我们看到市府说 可能大家都在想 有一些包括亚太村就是公共区域 有卖东西的这些地方 完工之后会有企业任养 可是搞了半天包含统一在内的人 他们寄予厚望的这个所谓的企业都没有人要任养 也没有人来投标 所以必须要讲 他可能未来营运 各个方方面面都会困难 所以黄伟哲可能是要尊结经费 我们看到包括市府的这个未来的规划的方向 各种的这个尊结经费 所以最后可能才是这样的考量下 把天然草皮改成人工草皮 黄伟哲其实有点衰 他哑巴吃黄脸 某种程度也是在帮前任市长来擦屁股 来善后 可是包括各种的事情在台南发生 都说台南绿油油 过去的赖神在这边执政 民调这么高 可是还记得这一幕吗 赖清德要所有的人站起来 市长站起来 要黄伟哲站起来 道歉的这一幕 讲的是黑金 可是黑金难道在黄伟哲任内才有的吗 那个是累积的呀 那是积累的呀 从这个卢渣案 从郭再兴案一直积累下来 在这个时间点爆了 还有包括台南淹水的事情 看这几天下午一场下雨 一场大雨就让台南可以说是整晚下雨之后 很多地方看起来都积水了 都淹水了 很多网友都说好雨价 我们要讲说在台南治水的情况 过去赖清德其实很自豪 说他花三年可以解决淹三十年的痛苦 并且在2016年 蔡英文总统还称赖赖清德 治水有功 那台南的水患有减少吗 有治水成功吗 我们来看看这两天的状况就知道 这是昨天的截图 昨天的新闻画面 没有成功嘛 所以黄伟哲某种程度 也是在帮赖清德擦屁股 哑巴吃黄连吃下第三颗了 从黑金 从棒球场 从治水 好了 我们来看看林世杰这个案子 枪杀案 大家不是社会瞩目吗 警方不是有办案压力吗 怎么到现在都没有破案 好 我们的警方告诉我们说 有进度 来自我们的友台的新闻快报 有突破 结果突破什么 点进去一看 是权力车 转手追到四五层 网友就不买单了啊 他说我要逮的是凶手啊 我要知道是谁枪杀了林世杰啊 我管你这个权力车转几手 凶手现在人间蒸发了啊 这个案情现在到哪里了啊 会不会不了了之呢 台南的光电案 台南的腐坏 台南的黑金 其实已经存在很久了吧 蔡英文执政的时候 赖庆德任台南市长的时候 就有了嘛 你看到陈宗燕的 小云有空吗 还有我刚刚讲的卢渣案 这个可能 要往底下挖 挖挖 才知道到底腐坏的根源 从哪时候开始 好我们来问问亮哥 亮哥你怎么看 现在台南的事情 光是一个人工草皮炒到这里 然后有三个立法委员跳出来说 我争取的 我协调的 都我的功劳 你可以看到 后面的这个运作的痕迹 因为我在体育界待过 这个人工跟天然草皮 各有优缺点 是不是比较便宜 不是这样 不是喔 不是这样 人工草皮是可以立即施工 比如说两个月 大概就可以完工了 它未来的维修费也比较低 可是它那两个月的施工 是比较贵的 天然草皮是你要去育成 要弄出你那个 投标的那块土地的面积的草 我看至少要半年以上吧 所以它施工期比较长 第二个是真正使用之后 它容易毁损 所以你要随时去维护 所以两个你如果把时间拉长 其实成本差不多 那为什么洪伟哲要用人工的 他可能想要尽快启用这个棒球场 尽快启用 而且从洪伟哲有讲说 他也想办演唱会 你如果用天然草皮 那演唱会你要让人家聚重 比如说让人家可以下去 那那个草皮一定会被踩坏 会被踩坏 对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 是你要使用什么用途 如果是你常常会有演唱会 然后愿意让观众可以下去 跟唱歌的那地方比较近 我跟你保证你那个天然草皮 你后面的维护会一定会很多 而且他施工那么大的一个场地 我认为要半年以上 对 要慢慢养 天然草皮 对 可是人工草皮大概两个月 就可以立刻施工 所以这个是各有好坏 我觉得到 当然你如果从立即的账面 那人工草皮是比较贵的 可是如果把时间拉长就很难讲 因为维护比较贵 对 然后还有你会很烦 就是你那个养工处就要常常去垢一块 对 有人工上的考量 人力上的考量 对 所以有一些政府就想说 直接用人工草皮比较快 所以这个其实这件事情 没有绝对的好跟坏 重点是林俊宪讲话 黄伟哲立刻照办 重点在这里 那就让人家产生了很多联想 因为后来陈廷飞也立刻跟进 因为陈廷飞也说我是赖西亚 现在都赖西亚 而且那一天因为全代会 你有看到黄伟哲跟赖神握手的那个场面 黄伟哲是这样 真的假的 90度 90度 你可以去调照片 这么恭敬 90度 这样子 我跟你讲现在台南所有的人 对赖清德都极度敬畏 就是敬畏 真怕就是 不 因为这个地方乱超糟 你去想一想 卢渣88枪光电 议长会选案 你看牵扯多少利益 乱枪又是林世杰的案 林世杰枪极案 对 所以就说 有点乱糟糟的 你也不一定有事 可是可能 那个犯事的人你认识 你可能会被约谈 都惊得要死 所以目前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 我其实从这个事件 我是真的为我们陈廷飞担忧 我告诉黄伟哲 真的敢不帮林俊宪助选吗 你看就看这个例子 你就知道了 对不对 就是 陈廷飞现在是很努力 实际上我也认识这几个人 陈廷飞就是希望 初选民调能够如常举行 这样他就满意了 就这样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认为搞不好会演变成 五个打一个 就是当地的立委 现在大概王定宇还是中立的 可是他是不是也会 在赖神的拜托下 黄伟哲 会不会在赖神的隐微下这样 全部都一面倒 那个过程 陈廷飞就会比较艰辛 可是我也是佩服他的任性 可以走到今天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台湾女性都很有任性 是没错 那个吴念珍拍过一个台湾的男人 实在是伟大的女性 值得尊敬 那你觉得黄伟哲有哑巴吃黄连吗 他有帮赖清德擦屁股吗 从这些案子来看 治水 我跟你讲 你当赖清德的后任 多多少少一定都会有一些事 也不敢说 没有 因为他的第一任 他的局处长很多都是赖的人 到了第二任才慢慢换掉一些人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李俊逸 李俊逸也是台南 他长期就是跟赖保持友好关系 到现在 现在就得到台研董事长 真的吗 刚宣布 恭喜恭喜恭喜 他也满适任的 我就说带清德这个人就是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的人 有仇报仇 有恩报恩 你看林俊逸讲得多白 说有人会跑票 脱党 说我这么败疼 好 来 郑春节老师 没有 我又没有从政 我现在是你说政界 政界是这样 来 郑老师 讲到台南 我真的是参与政治比较早 你刚刚讲说它是个绿的阵地 你要想想当年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民进党能够 党外到民进党能够有一块基地 努力的建设 那个时候是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台南号称是所谓的民主圣地 绿营的谈起来都是他们的骄傲 都是他们的神一样的存在 那是可以一个标杆 可是这几年下来 刚刚阿亮也讲到 都乱糟糟 乱糟糟是太客气了 这一塌糊涂 如果说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中央不是他们的人 他们在那种情况 已经能够弄到80分 可以拿出来骄傲 台南号是绿中之绿 就是绿油油 理论上他们一棒接一棒 那个累积起来那个政绩 再加上他们现在中央全面执政 你想想看 一定从80分到90分到100分 甚至突过120分 那真的是不得了 搞不好可以拿到全世界 去当榜样 那为什么应该是民主圣地 可以变成世界灯塔的 当做一个政机 甚至超越新加坡的台南 今天讲到那个就摇头 都是负面形象 光这个怎么解释呢 那你不要说我黑他 你刚刚那个赖清德 赖清德自己当中 你看就是这一段 站起来 市长站起来 立委站起来 他们自己就证明他们自己是有问题 不是我在黑他们 那他们得问 赖清德那次想说 好 这改革在中心 但有吗 今天台南的问题继续沉沦 他们内斗内行 对外又拿不出政绩 今天光一个草皮 就大家出来真功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台南 一级棒 No.1 以王定宇那个德性那张嘴巴 早就吹到天上去了 那抖得不得了 今天 今天如果有人像我中文敢批评台南 那早就把他们乱棒打死 一路跟他呛过来 以他那为呛 为什么今天不敢 因为实在是不堪 台南实在是沉沦到 他们自己都不敢面对 但是你不敢面对 你只是逃掉 外界的观感会改变吗 外界会觉得说 你们应该是你们的骄傲 怎么今天变成你们的污点 然后再争一些小工人工草皮 大家都拨名出来 照说你们应该是 拿出你们的政绩 最骄傲 别人批评 你们出来捍卫 没有人敢批评你们的台南 今天为什么来回落差这么大 刚刚郭正亮客气 他说因为未必一定有罪 我说今天要不是司法 或在你们手上 刚刚讲的那些什么炉渣 什么八十八那个开枪 如果真正挖开来 真正把内幕弄出来 真正把真相弄出来 我觉得他们不要想说 现在台南在 台湾老百姓形象中已经 六十分以下 已经不及格 甚至我跟你讲 二十分 十分到甚至倒扣 那我刚才想 理论上 民进党执政一路 台南应该是怎么样 一百二十分 今天可能变成可能倒扣 如何面对这样一个结果 这是台南老百姓的情 对他们的真实的感觉 我相信在台南也就绿的 自己都不敢大声出来讲话 所以我感慨 台南台南 今天在那边抬头顶胸 多为难 台南台南 抬头做人多困难 怎么会沦附到这种地步 台南人说 有个结局有个台南人 是不是这样 穿滑滑 可以说是很减 现在说到台南 摇头 垂头 都是垂头上去 你们如何交代 所以不用再演 不用再举起手 道歉 你以为有改变没改变 今天为了这样一个小小草坯 就可以 讲得好像多大政绩 那不是丢脸到几点了吗 台南绝对是民进党沉沦 最最最典型的代表 不是绿油油 是臭不可闻 慧文兄 讲到你最爱的台南了 我是花蓮人 我为什么爱台南 那些没事情在那里 龙介先美 我跟谢龙介没什么关系 你看这个钱子主持量 他讲 一直讲黄伟哲擦屁股 一个当了第六年的市长 还在擦屁股 可见这屁股还满大的 钱子 你如果让我去当任何一个县长 我也愿意去帮任何人擦屁股 他当初就是因为新潮流的帮忙 他才能够赢得党内初选 然后才选上台南市长 黄伟哲没有资格抱怨 黄伟哲哪有什么擦屁股的问题 今天早上凌晨5点 黄伟哲的脸书写什么 你就看这个市长 看三百多幸福就像这种 黄伟哲七导八导写什么 大半夜的是不是被雷声给吵醒 黄伟哲 你这种叉叉 不怪会咬的网友大家都暴动 你也知道大家都被雷声吵醒 你市長的作为是什么 你有时间瞎脸书 你有什么 为什么台南一直淹水 我对台南没什么感情 台南我也很少去 可是我是要告诉大家 賴清德当年在你们台南 是五星级的市长 对不对 那最近这个很多人在批评的 郑文参加林志堅 也都是五星级的市长 你还在迷恋五星级 五星级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看穿着地做台南市長的时候 跟买油的也是这样 你那我贴了 这个就是康银售 祭面 现在祭面人家是国策顾问 我还在这平通告 你有看到吗 所以你看大幸德之前 看在他去哪里 去高雄跟平通 小朋友说总统抱一下 爸爸妈妈都喜欢让这大肩膀 看小孩他有状态吗 可是我请问这个賴清德 你的本命区连续淹水 你有去勇猜吗 你当时在高雄讲什么 上次莫拉克淹一城楼 我们这一次只淹30公分 表示我们治水有功 你去跟台南美乡亲讲 賴清德你站起来 你有什么主角叫黄卫泽站起来 你也好了 就像前子讲的 黄卫泽你把你踩踩踩 你自己站起来 你怎么会以为賴清德做得很好呢 台南的乡亲 你这样淹水淹成这样 你又相信 穿着做市長很会治水吗 你们台南市 拿到的前瞻治水预算是全国最多的 你真是太期待 为什么那时候炒大说 我改革30年的问题 结果现在还在淹 前次我跟你说 这两天淹没所在都同样 每次都淹那里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钱到底花去哪里 明年我们要花551亿还要治水 我是觉得不要花了 不如分给我好了 你花了那么多钱还是淹水 怎么有这种道理 所以我讲很简单 请賴清德 你回你的本命期去勘斋 你去台南勘斋 对不对 然后你来跟台南乡亲道歉 说我做市長就很难 现在做到总统 你也做个行政议长 大家要在台南乡亲 你都没这人吗 你敢说的话 你说不过 请賴清德回本命区 这是你总统得票率最高的地方 我请问台南的朋友 你得到的回报是什么 你去黄伟泽的脸书留言 我跟你说没够 因为伟泽商是艱苦 请你到賴总统的脸书去留言 这样快点 赞成 敬一下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